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anaga Kanaga在很早之前 原来已经是突破了这一个筹码缝 而且也是突破了 蓝线、灰线、紫色线 所有应该突破的都突破了 那时候没有看到啊 现在它的下一,现在要不要追呢 老实讲的,我就不建议追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买在底部的话 现在去追的话,风险是高的 因为这个200天均线正在等着查 200天均线是0.985 它的收盘价 0.935 相差五分钱 大概是6、7、8%左右 这边距离 而且很大机会呢,它还没有到200天均线的时候 就会回来 这个我就不建议了 我们可以做东西就是看 看它会在哪里再回来 基本上这种图形呢 就是所有这个 突破这个筹码风 突破所有的这个筹码主力线 都是一个很好的马路点 200天均线就是它的主力线 这个时候就不要冲动 冲进去了 等吧 看下有没有机会 等它回来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当然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200天均线的话 这个另外一个是一个新的马路讯号 问如何 我们继续观察 看一下它的走势会如何 不用紧张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